来我看看我是刘逸琳 哈喽哈喽啊逸琳说 哎你好你好呃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英国留学 然后呃跟大家交流交流英国这边的情况吗 那不是啊你不是停你 不是然后我先我先我先回答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呃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就是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老百姓他这个精神文明怎么样 英国英国老百姓的精神文明啊 对对对反而我是觉得他们挺差的 不是那不是那个英国老贵族吗怎么挺差的啊 不嘎嘎有牌面吗 等会我先问一下这个连麦是只能反贼可能连吗 我是其实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呃没也不一定是非得是反贼 你说有不同观点咱可以啥 感谢sgay给的阅读会员续配啊 有不同观点可以交流交流 啊没有没有呃是这样 呃我先说英国他们这边有多无聊 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 都都都无聊无聊程度这个吐槽的 咱就不吐槽了就是没有观点上的交流 就是说咱们属于如果是大概大致来讲一个方向 咱就不用细讲了 因为每个人上来感受一下 咱也没有这个观点上面碰撞了吗 是不是 我想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呃 那个美国那边的交通情况呃因为英国这边的路特别破 他那个基本都是双向车道 然后呃修的特别烂呃但是我听说美国那边那个路修的很好 然后谁跟你说王公公告你的啊 呃不是是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他说呃路修的句好 这样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首先呢有没有又好又宽又平整的路 这是有的不可能整个一个国家请举国之力找不出来又又好又宽又平整的路 这是肯定有的大部分啥样就说高速嘛就说高速嘛高速公路你站上来你现在可以我跟你说你幻想一下 高速公路的话除了新修的刚刚修完咱别拿新的说啊感谢那个谁摸了摸了 就是呃除了新修的普遍状况来讲大概什么样呢板油马路你站在这放眼望去 地上斑驳的油漆的那个刷的那个白线斑驳的也算看不清楚突露了掉漆了 甚至我有一回啊正常来讲他那个双十线是不能跃的吗 美国开车不是有那个卡铺吗就是那个两个人以上走的那个快车道吗 那个道是不能随便往往里进往里出的我在地上清晰的就是那一段就是没有为啥那块地是后补的 就是穿的衣服打的补的后补的一块像水泥是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板油马路 是像水泥水泥上面那个那个漆是没有的 但但也确实不长大概就二十米长没有漆我以为这就没有线我就光我就转出去了 转出有盖帽就就就就给了就给摁那了他说你你跨那个双十线了我说我那个地方没有线 干嘛我没跟我讲他说确实那个地方看不太清楚那你走吧 他他人还怪好了就是那个地方是双十线的那个地马路上的线他会不会补会补会到啥样会到开始已经大家因为这个事 就是已经因为这个事已经开始积极了这到底是有线没有 以前我有以前有我第一回来就是已经到已经到这个份上了那个线首先看不清马路是啥样的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大概一平方米见方的这个板油马路上在美国的能裂成拔半子 齐裂拔半子能给你裂成拔半子 深沟浅鹤的那里面就是骨子都撅起来的什么能裂成拔半子 那小的马路上双向马路两边两边没有马路牙子 土坡就是板油马路下去直接到土坡到你家院上那是就是差点的 好点有土坡垫干那是千疮百孔全都是全都是那个白蚁咬的眼儿 钉的全是钉咱也不知道是可能他们可能是我后来问了可能是怕宠物爬上去猫 后往那个垫干那是能爬住吗那上面全是小钉 钉的千疮百孔全是眼子然后那个那个那个地面 马路牙子是活牙漏齿的地面那个板油马路就齐裂八半的常规普遍状态 那有没有好的地方有又大又款的有然后呢 没有就因为是这样之前我跟那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聊天 因为英国这边路特别破然后对我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事 就是当时我们自驾然后开车租的车然后转英国的 但是他那个高速公路上是不让开远光灯就哪怕没有路关没有路灯的路灯 都不让开远光灯因为他中间没有那个档一开远光灯对面的车就都闪瞎眼了 但是中国不是是有那个档牌的吗国内是有档牌的 这个东西就是评论区说的很好就基建这一块没有必要比了有点有点有点这个东西不是说降维打击 基建这个东西毕竟我们是最近30年才开始弄的老外他落后的原因他就是没办法维修原因 一个是钱比较棘手再一个是百十来年前他就这样 那百十来年前你是肯定可以往死追的 这个为什么我然后后来我为什么说我有这个反差感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那个美国的公路修尤其是高速修的一直是很好的 因为之前我的朋友跟我说然后等我发现英国的路很破了之后 我去问了我现在在北美的他们说他们也没有档牌 然后我就懵了我说修的不是很好吗 你这确实没的还挡牌人家大哥那高速公路先能修的不嘎巴不嘎巴业长的就是那个路先能修平整就不错了还挡牌 有那钱人家得先拿来干啥先得给那117个性别先给人家那个需要帮助的117个性别的人先给跨性别服务组织 有那钱得先把那个零元购那个造成的损失给人家补上拿到最后的钱拿来搞基建 那个我跟美国洛杉矶洛杉矶到圣地雅各那么那么主要的交通命脉 对不对 五号公路修15年扩一条道四车道变成五车道修15年了 中间现在还跟着停着扬沙子呢跟着 那很正常 那美国你扔不了基建这一块已经过了没法吹了 吹不了了 现在那个路面都快可以申请历史保护建筑了 都直接改成步行接着了 车都不能开了 很正常 感谢圣货云下巡礼啊 看来美国基建也没落 基建全世界哪都跟中国比不了 我告诉你 负责任告诉你 中国是全世界基建第一 连非洲都得靠中国基建 我曾经以为就是 因为都说这个美国它公路修的挺好的 看来现在也不打理了 谁在去跟你说这话 你就问他是不是你太老给你偷梦是我的 你太老那个岁数差不多 你要说百来年前那是差不多 现在如今这个状态下说基建那你就纯是降维打击 你要拿中国基建跟外面比就纯降维打击 你看我回来以后从来没吹过 你看这个楼梯咱们外面城市面貌旧一点的都不行 修一点翻新的啥都不能说这个 你说那就降维打击 你欺负小孩了有点 因为你年轻啊 我再补充一点 你别补充了 你说的我快睡着了 你就下去吧你 别补充了 说白了 我前面一直整挺友好的 画面不乐得吃的你 五米三道的 念不了 别念回了吧你 必此此净这么多事 你轻一说你心啥了你 你